接着带你来看到复理肖某期拍摄 近期变更为公益彩券行 以合法掩护非法方式供莱克赌博 预理警分局接获民众检举 经成立专案小组搜证并申请搜索票 19号晚间10点多发现彩券行有赌客出入 突袭搜索而当场查获赌客在场剧赌 更逮捕负责人以及赌客14人 并查扣赌金、金分卡、赌具等证物 依赌博最先移送法办 警方这一深夜直到彩券行 冲入里面的小房间一桌桌排客打得正起劲 被重进来的远警吓到完全不感动 只能配合远警指令 原来他们正在聚众赌博 这下被带个阵肘 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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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间彩券行的赌场表面上看起来 和别的彩券行没什么两样 但实际上不然 警方接获宪报负责人 以每一间300到500元不等的抽头金 提供民众到这里来聚赌 赌客甚至还要支付一分钟一元的场地费 警方在晚间上门抓人 果然成功破获非法赌场 某彩券行后方常有棋牌社 以合法掩护非法方式 违法经营职业赌场 本分级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收集证据申请搜索票 公益彩券行前身是棋牌社 不责任苏西夫妻党因为想要赌避警方领检 竟然一想天开变更登记成彩券行 不过还是难逃法网 警方也当场查获现金五万多元 以及筹码五十万等证物 并把人带回警局 长生彩券行内的职业赌场 逃不过警方查气 一群人通通被移送法办 记者高双双不理想采访报道